欧阳志远原本想着上官飞雪能拿个一两万就不错了 没想到小丫头一开口就是八万 这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她连忙道 八万够多了 剩下的我想办法 飞雪谢谢你啊 对于这个和自己有过露水情缘的女孩子 欧阳志远由衷地感动 她不但在她婚姻失败时出现在她的生活中 给予她短暂的快乐 还在她遇上困难时 毫无借信地豪爽出手 提供帮助 上官飞雪却不以为然地笑道 欧阳大哥 你干嘛对我这么客气啊 再这么见外 我生气了哦 好吧 不见外 欧阳志远笑了笑 忍不住问她 这个钱我比较急 你看什么时候能给我 上官飞雪想了想 嗯 明天 我明天拿给你好吗 好 挂了电话 欧阳的心里却没了底 她甚至觉得 上官飞雪说明天是为了拖延 毕竟八万块钱不是小数目 也许人家会改变主意 但令欧阳志远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一早十点不到 就接到了上官飞雪的电话 欧阳哥 我到凤鸣县医院了 你在什么地方 欧阳志远一脸震惊 她没想到上官飞雪会大老远 从南州市来凤鸣县 什么 你到了凤鸣县医院了 是啊 我在门整楼前呢 欧阳大哥你在哪 欧阳志远觉得小丫头 应该不会骗自己 他连忙说 你等着 我马上来接你 挂了电话 欧阳志远给父亲打了电话 防止被父亲误会 提前打预防针 说有个朋友听说 他母亲生病住院了 特意来医院看望 一分钟后 欧阳志远老远就看见 人来人往的门整楼前 一个身材小巧玲珑 但却曼妙无比的身影 正在东张西望 今天的上官飞雪 专门请了多半天假 身上不再是那套职业套装 取而代之的是一件白色短袖 和一条低腰紧身牛仔裤 和一双小白鞋 一米六的个头不算出条 但双腿却显得笔直修长 纤细的腰肢 完美地契合着傲人的挺拔 浑身透着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 站在来往的人群之中 很是惹眼 引到过往男女侧目 那玲珑而火热的身材 令男人为之倾导 女人为之羡慕 欧阳之远穿过人流 在上官飞雪后脑勺上 轻轻敲了一下 上官飞雪吓了一跳 闪神一看见是欧阳之远 二话不说 扑向欧阳之远 猝不及防地抱住了她 胸前弹性的挤压 和亲密的举动 惹得来往行人侧目 欧阳之远顿时觉得 脸上火辣辣的 尴尬得要死 赶忙推开她疑惑道 你怎么来了 上官飞雪笑嘻嘻地 看着欧阳之远 从皮包里拿出了一张卡 晃了晃 我给你送钱来了呀 里面不多不少 刚好八万 说话间 拿起欧阳之远的手 塞给了她 欧阳之远一时有些错愕 她原本已经不抱希望了 没想到上官飞雪不但没有骗自己 反而还亲自把钱送了过来 让她心中悠然而生 一种温暖的感觉 转账就行了 干嘛还大老远跑过来 欧阳之远接过卡 从南州市到凤鸣县 要坐两个小时车 看着上官飞雪的脸 得点粉扑扑的 还透着一些汗水 她忍不住轻轻擦了擦 鼻子上的汗 上官飞雪笑嘻嘻说 顺便见见欧阳大哥你呀 我专门请了半天假呢 上官飞雪的举动 让欧阳之远竟有一种 热泪盈眶的感觉 她一时不知道如何开口 想着既然小丫头来了 就带去给父亲认识一下 顺便看望一下母亲 去看一下我妈吧 欧阳之远道 谁知上官飞雪却推辞 算了吧 我怕叔叔阿姨误会 欧阳之远知道 她是不想给自己添乱 便也没有勉强 知道她一大早就坐车 从南州赶过来 肯定没有吃早饭 便说 还没吃饭吧 想吃点什么 上官飞雪的要求很简单 听说你们凤鸣县的 擀面皮不错 咱们去吃吧 你算是说对了 除了我们凤鸣县 别的地方根本吃不到 正宗的手工擀面皮 走 我带你去吃 欧阳之远笑着 带上上官飞雪 出了医院 两人来到凤鸣县城 最著名的一家擀面皮店 上官飞雪吃得不亦乐乎 赞不绝口 欧阳大哥 你们凤鸣县的擀面皮 果然命不虚传 太好吃了 好吃就多吃点 欧阳之远看着上官飞雪吃得狼吞虎咽 自己却一点胃口也没有 见到欧阳之远 上官飞雪已经心满意足了 虽说请了多半天假 但从凤鸣县回南州市 要坐两个小时车 他得两点前赶回公司上班 两人在擀面皮店里坐了一会儿 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 欧阳之远见上官飞雪喜欢 他已打包了几分擀面皮让他带着 一直送他去车站上了车 坐在车上的上官飞雪 笑也如花地向欧阳之远挥手告别 但欧阳之远却在车子开动的一瞬间 看见了他眼中的依依不舍 这个眼神 多么像当初自己背着苏浅 偷偷去车站送前女友齐雪艳势 他当时的眼神 一时间欧阳之远有些恍惚 如果时间能回到五年前 他绝对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可惜时间不会倒流 送走上官飞雪 欧阳之远刚一回到医院 先前那个护士就来找他 冷冰冰地催促 赵医生让我转告你 你妈的病情随时都会恶化 不能再拖了 尽快去交手术费 办理手续做手术 尽管欧阳之远很不喜欢这个护士 那个不尽人情的态度 但还是凑了上去 低声下气地问他 先交一半费用 等手术做完了再交另一半行吗 不行 必须全部交其才行 护士的眼神带着一次鄙视 很难以置信 医院从来不会和病人 就费用讨价还价 爱交不交 欧阳之远一脸无奈地问 最迟什么时候交 我们赵大夫很忙 最迟明天下班前 不然没时间安排手术 护士冷冰冰撂下一句 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